最后的结果,像这个地方,我刚print这个 总共两个栏位加上 10个会员的资料 那输出的话,目前只能输出到控制台,可是如果说我希望把它存档起来 那如果你不存档的话,那未来还要再跑一次程式 那如果你存档起来,你就打开就可以了 那有点像这样,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demo一下,执行 这个东西除了输出到控制台之外 那我也在我的根屋底下,可以看到有个叫Member底线 RPT,Report 的一个档案,打开来的话你会发现,它就 帮我存档起来了 有点像是 那个什么,另存新档的那个功能 OK 那这个当然是我觉得还蛮重要,因为有些东西做完之后没有存档,那下次还要跑蛮麻烦的,你只要 存档OK 那这个蛮常用到的,就像我们待会会用 那档案合并的话,也是一样嘛,最后你可以把 很多档 都把它写到一个地方存起来,那就是合并完的一个档案了 那你再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那只是说呢,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让程式具备有存档功能 OK 那其实程式并不复杂,第一步的话 总共程式的话就增加了 五行程式 那哪五行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其实呢,第一个就是解决串接的部分 因为呢,我们现在print的东西 我如果呢,直接把它print的话,那当然没办法把它保留下来,所以我必须把它串在一起 那如何串在一起,这边我多了一个 自串变数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第二的话呢,再开一个档 这个开档跟上面呢 有点类似 差别只有这个地方 改成什么 本来r改成w 有没有 那encoding的话呢,看你是要 用那个utl8存档 还是用nsi啦,如果你用nsi的话,那你后面就不用了 除非你一定要存成utl8 比如说你是要给那个 非微软阵营的使用者使用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就是要用utl8,那你微软就不用 OK 然后呢,把它write出去 把什么东西write出去 把这个swrite出去 然后最后的话呢,把这一个 档案物件 从记忆体里面把它关掉 当然你不关掉也没关系,只是浪费记忆体而已 OK 大概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如何撰写 那刚刚的程式,我再把它恢复一下 原来的是没有这些 OK,原来是长这样子 这个是原来的 那我大概加哪些地方 第一个 刚刚五行程式嘛,第一个我加那个凤回圈上面 我先在记忆体里面呢 现在开一个空的一个字串变数 因为我待会要把它串在这个里面 第二步的话呢,我就直接拿这个字串变数 在这个回圈里面 只要是产生一个这个资料 那我就把它串在这个里面 那怎么串呢,特别是 串的方法呢 记得 s先写在前面 s等于 他自己本身 再串接什么呢 这个资料 所以把这个资料 这两个,其实就是 这两个吧,先这两个 跟他串 OK 有没有 那但是呢,这边可能会有个问题 后面的话 如果你直接姓名 逗典手机,后面没有换行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这个我们可能要手动自己加个换行 不然的话呢 他最后全部串在一起的话 就没有换行 OK 如果你要换行的话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一定要手动加一个换行 也就是说呢 如果全部执行的话 那这些东西呢 最后呢 会放在一个s的变数里面 OK 可是问题现在没存起来 那我要怎么存 特别注意 Enter之后 下一行 所以两行 还有三行 再来的话呢,我们要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物件变数 这个物件变数名称的话 当然你叫F也没关系 你叫FW也没关系 本来名称这个可以自己取 然后呢,我们 这个名称 Open 一样 但是 存档的名称不能叫Member 被盖掉 我叫什么 Rpt 好了 OK,比如叫Report 然后后面的话记得 把它改成W模式 那编码方式呢 如果你要相容于微软的话 那这个encoding 就可以不要加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等于就是说先帮你开一个 空白的一个文件档 里面没有放东西 那你要怎么样把东西放进去 很简单 你就用什么 FW物件 点什么呢 里面它多一个方法 叫做Write 有没有Write 这边有一个Write Write的话就把他写进去 OK 写到那个里面去 写什么呢 特别是把S放进来 这样的话呢 它就帮你把 这个刚刚串接的这些资料 串到S里面的东西 把它放到这个档案里面去 OK 最后如果你要把它关掉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加一个FW 把它点Close 它就会从 记忆体里面帮你把它关掉 OK 好 这样子的话 就 完成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做完之后 把它执行一下 Close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没有刮 Close的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是Close 看一下 对Close 这个小瓜我可能还是要加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完了之后的话 我先把刚刚的这个档案先 先把它删掉 这个刚刚是已经有了 把它删掉一下 重新再让它run一下 17 这边有错误讯息 这个地方它说 没有match它的label 加上 串接 等一下 那这个缩牌的规则错了 缩牌规则一定就是怎么 每个地方前面一定是一个TAB 有没有 TAB 反正你Enter一定是TAB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 这边最大的问题是 它只有串接这一行 它前面是什么 理论上前面是一个TAB 可是我把它这样选起来发现 奇怪 这边为什么它是四个空白 跟前面的不一样 理论上如果我换行 它应该是会自己在前面加一个TAB 才正确 可是很特别 只有这一行 只有这一行才会错误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 这个这个这行 这行也没什么特别 OK 我们再找找看 那我就做一件事情 我就把什么了 把上面的这个TAB 复制一下 把它贴到那个S前面这边 因为它是四个空白 把它盖过去 就 没问题了 是什么 OK 这应该 这个我也没遇过 这怎么会这样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版本的BUG 还怎么样 所以以后 你如果看到 一直出现这个错误讯息的话 然后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这样子 像我刚刚 这样选选看 这样是一个对不对 一个表示一个TAB 是不会错 但是如果你像刚刚这样子 它是什么 你用选的 一 二 三 四个空白 那你只要把上面的TAB贴过来 这个问题 就解决了 才是 这 之前好像没遇过这样的问题 OK的 那ROM的话也不会问题 没有错了 OK那就把它存档 这一题的话大概就这样 OK我们就 做个 那如果你们再找找看嘛 有没有什么 发现的话 可以再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只有这一 写这样的程式 才会这样 还怎么样 OK 好 那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我们就要再更上一层 复杂的会更高 所以待会请各位 请你们再到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去找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范例档 就是云端上面的那个范例档 范例档案里面请各位下载一个档案叫做全省 邮局地址的一个档案 点VIP 那请各位呢 把它按右键下载 或者点开来下载可以 把它下载就对了 那下载之后的话呢 它 会是一个VIP档 那看一下 把它上方在下载 下载区里面就有一个全省 请你们直接把它按右键解压梭吧 右键解压梭 那解压梭的时候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不要解压梭到又多一个目录 你就解压梭字址就可以了 解压梭字址 或者你用7VIP也是解压梭字址 记得不要多一层目录啦 因为底下 如果你 选那个下面的这个 解压梭字这个的话 它会变成全省邮局地址 里面又一层全省邮局地址 里面两层的目录 所以记得 解压梭字址就可以了 那解出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里面 总共好像有几个档 我看打开来 里面的话呢就会有 从三重一直到 这个 峰原 总共有25个档案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一件事情 里面你可以把它打开了 我希望可以把这25个 25个档案怎么样 可以帮我合并在一起 合并在一起 另外的话呢 刚才后面其实还可以衍生 合并在一起之后 把旧的字要删掉 然后留下合并的那个就好了 然后又可以再做一个衍生 就是 再把它复原 就是 把它 其他 15个变一个嘛 然后又可以把一个变成15个 可以分也可以合 不过 理论上前面合并这个就已经有点难度了 要再把它分割回去又有点难度 但其实城市 并不会太多 那只是说呢 第一个 我们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要先 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因为我们之前面是一个一个开档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什么 里面的话 有25个档 那我怎么知道 25个档案的档名跟 副档名 也就是说后面我们还需要一个 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说我要想要知道 某个目录里面 到底 有多少个档案 那把这个目录里面的 所有档名跟 副档名告诉我 那我就可以跑个回圈 然后可以把这里面所有的档案开起来 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 合并的话就是什么 write出去的时候不要用w w是 副写 那你可以把w改成a就可以了 a模式 就是他会把档案写在下面 所以25个档案 就可以快速合并 但是我们会需要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 如何知道 某个目录里面到底有几个档案 那最好可以 把这个 目录里面的所有档名、副档名 return给我一个资料 什么return 给我一个list 给我一个串列 那个串列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25个档名跟副档名的自串 那我只要再跑个回圈 我就可以做完刚刚的事情 对吧 只是说我怎么可以做到 这地方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 其实蛮多 Python里面蛮多功能可以做到 那其中的话 有一个模组叫OS OS的话 应该是什么 operation system的缩写吧 然后里面的话 有一个方法 他就可以 把那个 这个 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档名 通通都调用出来 那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OS的模组 他能够做到的 相关的效果 这个我也是 找了一个 这边是合并的 那我们在 第 几页 在这里 OS模组 在第23页的地方 其中的话 有一个方法 我查了 我查了一下 叫OS 里面的walk walk 走路的walk 那 它的空的就是什么 就可以 帮你把 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 档名跟不档名叫出来 OK 那我也是Google 找 我发现Google上面 讲得好复杂 OS点walk 后来我发现 其实没那么复杂 它其实OS点walk 就是帮你把目录 里面的 档名、付档名 return回来给你一个串列 那你就把这个串列 逐一逐一的把档案开起来 然后把它逐一逐一写出去 就OK了 所以写完了程式 基本上不多 大概就是 我好像写完了 但OS模组里面 还有其他功能 可能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包含就是说检查 某一个档案 某一个路径是否存在 或者是说你要删除档案的话 也可以删档 比如说我希望 未来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 25个档案 合并之后 那我就把什么 把 这个合并过的档案全部删掉 我可以做 可以啊 另外其他什么 rename也可以 或者检查档案是否存在 哪个档案有没有存在 OK那请各位试试看 其他他还有什么 连接目录与档名 这个清单 Splitter 可以大概先了解一下 需求 那最好的方式 一下子就可以把全部的档案全部都 合并在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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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